大批刑警來到公寓搜索 裡頭的嫌犯擁有驚人火力 九支手槍407顆子彈 還有槍管毒品 一字排開 這火力令人折舌 主賢就是他 陳姓男子 他是金門幫派成員 把大批槍彈放在車上 停放在廢墟 在和賣家相約賭場交易 試圖謀取暴力 調閱了上千筆的資料 還有上百組的監視器 來分析比對之後 終於掌握了 他藏放槍械的地點 用槍自重的 還有台南一名男子 警方來到鋁窗工廠搜索 羽毛球袋裡放的 竟然是改造槍支 原來這名34歲的正姓男子 投資面店賠了23萬 他向王姓好友借錢 卻又還不出來 對方看準這點 直到正姓男子身家清白 喜歡打羽毛球 竟然要求他把槍 藏在球拍袋內 因此吃上行責 警方加強掃黑掃毒 破獲多起案件 一共查獲長短槍23支 子彈600多顆 還有大麻 海洛因 安非他命等毒品 成果豐碩 在黃毅工作期間 我們仍然全力投入 資安維穩的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警方除了協助防疫工作外 打擊犯罪也沒停歇 在各地破獲多起槍炮案 就是擔心一旦黑槍流入世面 會引發更多犯罪事件 記者黃毅俊成玄 台北報導